電競賽車錦標賽 請大家記得這個重要的日子 第一屆香港挑戰者杯 亞洲電競賽車錦標賽 將於4月11日在香港隆重舉行 香港站和台灣站的選手 將會同步進行 兩地選手一決之雄 上次在電競賽車發佈會上 我玩過這遊戲 其實這遊戲無論在扭力、速度和真實感 基本上跟真實一樣 今天有機會又可以看到這遊戲 當然要玩一下 好… 又撞了 我已經撞了幾百次 有兩位高手 不如大家介紹一下吧 我是Bruto 我是弟弟Dason 我知道你們本身是一個 真的試過賽車的賽車手 你們是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們覺得這遊戲和真實的賽車分別在哪裡 即是相似嗎 首先我們先說相似 它其實跟足了現實賽車的性能 以及他們的賽道的長度距離 所以所有的數據是客觀地差不多 可以試到很多真車試的東西 那軚盤的重度 或者駕駛 或者給油的車的力 起油的時間 你覺得跟真實相似嗎 基本上都很相似 基本上我們現在有很多不同牌子的 駕駛和駕駛 會有很多越來越像真 這個高度是剛好 屬於保羅大象 都可以體驗到 又不是很難很硬性的 所以我知道現在在香港 如果你玩賽車的話 其實在香港 沒有很多地方讓你玩到 所以其實我聽過很多人說 現在在打機裡 都可以練到那種感覺 都會有進步 有些時間可以 你又可以僅有的地方 可以訓練一下 對嗎 沒有在這場 所以就靠電鏡 沒辦法 謝謝 謝謝 我剛才玩這個遊戲 這個賽道 大家都很清楚 很著名的 澳門的彎 和澳門賽道 我想說 其實你剛才看到我 每個彎都撞 你們玩 例如你在澳門賽車之前 會不會… 因為你在澳門不是經常 有機會可以駕駛到這裡 可能有一個電子遊戲 在世界裡玩的 那你不是要駕駛幾百次 而且你不是要知道 那個彎要哪個位置收 哪個位置去 你不是要全部記熟 通常玩幾次才熟 其實我們都是不斷駕駛到 每一隻彎熟為止 即是逐隻逐隻彎 看看人的適應程度一定 還有有不同的車種分別 我們有時候鬥的車 不一定是馬力圈的布局 所以我們又要轉一轉 設定再練 那如果不同的車 你重新再練過 主要是練車性能的差異 路是分開要記的 路要記得怎樣駕駛 然後你的車快了 駕駛要早些 或者車在彎上沒有咬 這些全部都要有些適應 還有你一路玩的時候 你會慢慢發覺到 這條賽道的節奏 即是你只要下路是高速 然後上面的彎連續彎 就算你轉到不同的車種 有了節奏 你會慢慢調節 就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那你們覺得哪個彎最難玩 你覺得呢 我自己是 因為開頭弄了很久 都克服不了上路 連續的飄移彎 在重山那裡 對 在S位 左右又再左 每個彎都差不多 剛才我駕駛的時候 你跟我說 這裏收油不用踩鎖 這裏收油 這裏收油 全部一樣 因為那裏差點時間 可以差很遠 我自己感覺 那裏是最多時間要練 要記的位置 這次電競比賽 總決賽 我知道會有很多台灣選手 你們之前有和你玩過嗎 其實我們有很多機會 和台灣選手一起玩 因為亞洲的電競賽車 很蓬勃 尤其是香港和台灣 本身自己都很勤力 去搞很多比賽 所以這次我們挑戰者杯 很榮幸可以 和台灣選手一起 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平台 大家一起切磋 也很期待台灣選手 和香港選手的對壘 因為本身實力都很相近 其實對台灣本身的電競 發展得很好 就是賽車方面 台灣其實有一個賽車場 所以他們會比較上 多些機會開真 對 資源上 他們會有人去玩真車 然後電競的頻繁的程度 反而很多網上賽事 他們自己一個圈子去搞 但是台灣的電競賽事 反而是少過香港 因為香港我們沒有賽車 很多機構都會搞 很多大型電競比賽 去取代真實賽車 那這次你的賽車在哪 其實我們這次的決賽 會有澳門 另外還會有一個… 那這次澳門這麼近 那這次你也要戰鬥 而且你本身真的開過 電競又可以玩 這次有沒有機會 主場我當是半個 我們會幫助參賽者 因為我們是主辦 我們這次兩位是幕後的 確保兩邊的地區選手 即是給貼士他們 對 都可以去對壘 香港的選手是很喜歡玩澳門的 但我也問過 其實很多台灣選手 都有試過澳門賽道 香港人喜歡駕駛很正常 因為是情義結 我小時候已經經常看澳門 經常坐兩天 所以有情義結 所以最近連到台灣 都要學一下澳門的賽車文化 也有感受了 他們最近也有看多的 因為現在很多世界賽都在澳門 所以都變成一個機會 給大家在澳門試試玩 那你對今次的香港參賽者 有沒有信心 我對他們很有信心 因為其實香港參賽者 都很快 他們在成績的紀錄榜 一直都是全世界的前列 在澳門賽道的成績 另外我對台灣選手 也是很有期望 因為他們本身都很快 但他們少機會鬥這些大的賽事 難得幫他們做一場大賽 希望他們都可以克服一些壓力 因為他們少大賽 所以最後的成績 希望大家都開心 挑戰者杯 亞洲電競賽事錦標賽 真是厲害了 因為有幸邀請到 亞洲跳王巨星 郭富城擔任這個形象大使 為了隆重歧視 大會還推出了多項慈善產品 最特別的目標是這個 Aeron乘以iPandaS的玩具熊貓 有紅色、有黑色 是不是很漂亮呢? 扣除了成本之後 所有的款項 將會捐到國富城 國際關愛慈善基金裡面 請大家多多支持 第一屆香港挑戰者杯 亞洲電競賽車錦標賽 將於4月11日 香港站、台灣站同步進行 大家記得去Sea Challenger YouTube或者Facebook 收看現場直播 和我一起支持香港隊 香港隊加油!